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我当时整个状态来说的话 可能因为全国比赛的时候 大家都比得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可能作为教练有些担心吧 我看就是白岛 我有一次在体操房外面碰到白岛 当时呢 他是在跟他老婆 他在叫他老婆开车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教练 年龄已经那么大了 然后才能抽出一点点空 去陪他自己的老婆学开车 其实这点我挺感动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 我觉得他应该交到周凯 出现什么困难了 没地儿发泄了 换一个换师娘交 没准说还可以说两句 周凯念不好 今天就会休息他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情况 在队里小胖 你都被人称为是孝心 有我们那兄弟 我可以成为孝心 没有的话 那就算不上了 你说说吧 你跟你那个微博上写的 跟王导那个 擦他那个是怎么回事 我跟王导的 因为王导 现在他现在也有微博了 他有那么一点点 你老调侃他 我调侃他是因为他有微博了以后 我调侃的更厉害了而已 他以前没有微博吧 我就只是训练场上和他切磋 有了微博以后 他就时不时的发的段子来说我 而现在你要去看他的那个微博的话 他还老说我 但是他对一斌的全是鼓励 这点让我心里面老受刺激了 不爽 我不得不把那些跟他平时聊圈的 都是一些事情曝光出来 加上编写段子 他没说你很坏 今天他说你表现得真好 我跟到王导八年了 王导第一次表现了我 我是觉得王导 因为我进队看过 我采访他和陈一斌的时候 都是跟王导申请的 王导是不是一个特认真的人 王宏伟也知道 因为给我的感觉 好像是不苟言笑 特别认真那种 是这样的吗 跟你们也这样吗 是这样的 王导可能体操教练 都有那种喜欢挑刺 不是挑刺 喜欢找运动员的毛病 这是体操运动员 体操教练员的天职 他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 所以平时他的性格就是很严谨 也很传统 所以教育出我们这一代 那么比较传统的运动员 所以你和一斌是不是有点调皮 就是会经常拿他开开玩笑什么的 我跟一斌数一调皮的运动员吧 但很少拿我脑开玩笑 我今天看你这个双杠之后 就是这个双杠应该是08年 小鹏得完之后 你又重夺回来了吗 所以在这个项目上 我们实力还是挺强的 对吧 实力是挺强的 但我也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 我双杠下法 我练了20多年体操 双杠下法就站稳过三次 数都数得过来 今天站稳了 今天居然站稳了 我也觉得挺幸运的 我知道队里经常会练这个下法站稳 小米也练过吧 单杠下法站稳 对双杠也练过 用黄脑的话 应该是说成套动作中 下法站稳 毕竟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经常练 你们觉得今天站稳 是运气 还是说平时的这个练的 练得比较扎实 我觉得这个运气 也是我实力的一部分 但今天稍微重了一点 今天稍微运气稍微重了一点 平时你都站不稳 你说突然比赛站稳 教练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但事实就是摆在我面前 就站稳 那我能说它是实力吗 你们俩说说对教练吧 就是有什么想对教练说的 小米 教练 教练更多的是感谢 因为教练 就是说对 请儿子 应该说是对儿子都 肯定 比如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 跟儿子在一起的时间久 比如说白岛 比如说黄岛 黄岛加在加拿大 肯定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久 白岛的儿子也在澳大利亚 这能体现 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心酸 把你们都当儿子了 也说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到了我们的身上 要说我们当时 在这种时候 只能说一声感谢他吗 我那天看到白岛 就是初春给我送卡的时候 当时觉得白岛真的是头发 一下子就白了 其实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因为我在队里的时候 那时候白岛还算是刚带你 我在队里的时候 那时候白岛刚带你 白岛 最近没染发 没点儿买 冯哲说说吧 王岛 是一个很有心 不带记载的 反正他对所有的运动员都挺上心的 而且布置计划很周密 很细致 稍微出了问题 他就 自己个特别难受 回去也睡不着 然后把那种情绪带到训练场来 说点好就行了 被迫你练得更好 应该是这样 但是他不会 在你们面前不会 就是发泄或者怎么 现在不会发泄 但我们王岛只会用一种 他独有的方式来恶心我们吧 什么方式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对 我一做这个不算 我就很恶心感觉 我感觉怎么做得这么好 那么不算呢 结果后来经过这么多年 我才知道王岛这种 这种恶心的方法 让我一步一步走得 真的走得挺高的 就是还在感谢王岛 咱们聊点轻松的嘛 你们在奥运村里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爱好 比如说跟人家换纪念张啊 我们就有原来 他们俩刚才带进来的那个 带进来的那些 这是什么 你们证件上挂的全都是P 都跟谁换了 现在整个阿根廷队都知道 有个中国小女孩 中国的小男孩 追着他们女孩 大半个奥运村就为了换一个P 那人就是我 你都换了多少了 你换到之后你激动吗 这换的是五环的是不是 肯定要换五环的 我们也是五环的 换他们五环的呀 那他们一直 他们是什么队的 一直在跑 一直在追 后来他们说 你跟了我们大半圈干什么 我换个P 他们约我流氓了 为啥老追的是阿根廷队 阿根廷队对阿根廷的P 特别好看 而特别大气 我当时就特别想换 但是已经找不着 体操没有阿根廷队 所以只能找一些 他们进入围的那些什么足球 和曲棍球 好像是 去找这些队 但是我又不是很熟悉 我又不好上去说话 我只能一直跟着他们 后来他们说 怎么 实在不好意思 小朋友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我才告诉他们我想换P 那小咪呢 小咪的成果怎么样 我今天晚上都被女队员给搜刮 全拿走了 拿走了 对 他们女队小小女孩喜欢 全给全 他们他们喜欢 舍得呀 都被抢走了 不错 这是表现不错 舍得 表现不错 对 明天有什么安排 明天是不是就要回国了 回国 什么时候大概 大概是在晚上 晚上 晚上的时候 今天也看小咪跟女友重逢 跟爸妈重逢 逢哲也是 跟爸妈重逢 你看到小咪和女友重逢 羡慕吗 一点点的 这个怎么说的 羡慕吧 那我就说羡慕吧 那你现在怎么样了 爸妈刚有没有看着爸妈也挺羡慕 像我们这种年轻的人肯定先以事业为重了 是不是 行吧 我相信这个冯哲回去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女朋友 咱们也就聊到这吧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冯哲之后还要录这个父母会 然后也非常辛苦 现在都快三点钟了 好吗 谢谢两位能够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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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